Hello 大家好 第八季的大家真風騷 現在正式開始接受訂購 450元可以聽足三個月 由12月10號聽到3月10號 在這裡提醒大家 不要等到差不多開季時 你才去訂購 否則我怕到時你會開不及聽不及看不及 另外也歡迎大家隨時WhatsApp來 91671611 91671611給我們 多謝你們繼續支持大家真風騷 是嗎?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接下來要考考一下這個 就是陳彥騰李麗蕊 好 我給你兩個人物理 一單是幾轟動全世界女人的一個調查報告 女人 我現在給你兩個人理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兩個人有什麼不同? 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有生了子女 一個就是大家認識的長嫂 長嫂? 很熟 我前奶奶 鄧紹磚 鄧紹磚的媽媽 長嫂 另一個是嘉賢 他們不同之處是什麼? 不同之處都是...不同嗎? 光同之處就是有一粒馬 嘉賢在這裏 長嫂在這裏 兩個都有一粒馬 我今早找這間資料的時候 我找兩個人 你們覺得很相似 但他們有一件事是一輩子都不相似 一輩子都不相似 那些子女聽不聽話? 那這個沒辦法 是後天的 我講他們整個人的身體 你自己講話 笑磚都很乖 笑磚都很乖 笑磚都可以的 其實是乖 不過就是有時候你說 如果兒子和媽媽有什麼意見不合 那這個很正常 很正常 但其實心裡知道她是疼她的 我們不說她的家人 純粹是薛家賢 自己本人 和長嫂站出來脫掉衣服有什麼分別? 脫掉衣服? 高度的分別 差不多 長嫂高一點 長嫂感覺好像比較大 會不會? 天生他們兩個有什麼分別? 沒錯 天生 長嫂是不是做什麼? 做娛樂圈出身的? 長嫂不是 長嫂是 長嫂是唱歌出身的 是歌星來的 都是因為這樣 認識了唱歌 我找了很多她們相同 她們只有一件事 是大家都不一樣 但一件事 一個有離婚 一個沒有離婚 對 那就是沒有了另一半 對 這個都歸了 沒有了另一半就是一樣 那倒是 如果這樣說 會不會覺得 嘉燕姐 都是自己一個人 單親家庭 照大面 但是長嫂 跟她脫了衣服有什麼關係? 跟她脫了衣服 她們兩個人脫了衣服 站在你前面 你要看她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嘉燕姐和長嫂的真相 我們都不忍心看 雖然嘉燕姐昨天頒獎點很厲害 有一件事是被譽為她們的焦點 尤其是長嫂 長嫂的焦點就是蜜 不是 長嫂的焦點最早期 她每次在電視機都說這件事 那條腰 那條什麼腰? 那條小蠻腰 黃蜂腰 黃蜂腰 她說她這麼多年都保持22吋 是不是 人都知道這件事 很厲害 Everybody lower 沒錯 嘉燕姐永遠 所以她脫了衣服 大家知道 這裡是這樣進去的 那裡是這樣出來的 嘉燕姐永遠保持油桶 她也很難的 簡單一點 那兩個C字不同擺法 嘉燕姐向外擺 一個這樣 沒錯 長嫂是向內擺 那個C的嘴 長嫂的就是向外 嘉燕姐的就是向外 分別這麼大 條腰 如果你們女人懂得做一件事 懂得做一件事 你一輩子到你老 都是黃蜂腰 腐賴血 不是 飲食 飲食? 吃一樣東西 還是什麼 跟飲食有關 其實我都覺得這件事 其實飲食是佔七成的 如果你要保持自己的身形 我媽媽聽到 今天快快快 掃牆是不是叫人去買 當然不是掃牆 叫你和你姐姐回去 要我和我姐姐幫忙 我把她的脂肪 怎麼桌 在哪裡桌 有洞的位置 有洞在下面 還是上面 有很多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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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姐妹哪有夠窄 那就是 除非鼻孔 應該夠三個月 兩姐妹幫忙 吃一些東西 還要吃嗎 還是飲食方面 飲食方面 我沒有說吃 飲食方面 飲食方面 可能喝綠茶 是否知道那些 初點的辣椒 在肚腩上 你們兩姐妹去飲食 韓媽 和初點的辣椒 是兩個東西 飲食 我們不是要吃韓媽的奶 是嗎 是呀 瘋 有多瘋癲 吃回那些奶 吃回那些奶 是說是她剛剛駝它的時候 還是說現在可以吃那些奶 還有啊 我怎麼知道 還有你都怕 那些是流龍的 我怎麼知道 你也有 這叫煉奶 有煉力的奶 煉奶 我小時候有胃部母乳 沒錯 根據這個 匹芝堡大學 和蜜芝根大學 研究了 追蹤了接近七百名 七歲至 追蹤了十五年前 生育的婦女 追蹤了七百個 追蹤了十五年前生育 根據產後 量度她的妖為 因為她無論是 中國女性比較重要 她是外國女性比較少 她說現在比較少 東南亞一帶比較多 她說她們能夠保存著 黃蜂腰 是 真是的 因為是胃奶 現在有很多 生完之後還比未生漂亮 真可怕 原來指出怎樣呢 她說只要產婦 生了細蚊子之後 肯餵捕母乳最少 最少 不能少於月份 少於月份 就沒用了 幫不了這條腰 六個月 至少要餵六個月 現在餵捕母乳也是 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個母乳餵捕 有善社區 其實她們都會推薦 生完嬰兒之後 最多餵六個月 至少 最少 最少 可以餵六個月 最少 她說 原來專家指出 她們訪問了 也量度她們的腰 除了量度的腰之外 之前那些大家也知道 如果媽媽生完兒子 你是餵捕母乳 除了嬰兒 健康之外 媽媽患 卵巢癌 和乳癌 的機會 是減低了很多 這麼多好處 第二 如果 根據美國 剛才說 不知本大學 和蜜茨大學 研究 她們追蹤了十五年前 生子女的這群婦女 如果她們有田 我餵母乳餵了十個月 如果多過六個月 她們平均的腰 是瘦過沒有餵的 3.5厘米 差很遠 3.5厘米 其實你餵在這裏 關這裏什麼事 我想是那些賀爾蒙 你想知道關什麼事 你吸這裏關這裏什麼事 沒有餵 關蛇 如果你沒有吸這裏 可能會掉到下面 你知不知道 你給寶寶那裏是全脂賴 當然 是脂肪 我這裏是脂肪 當然 那在哪裏 在這裏 在胸裏 在腰裏 你不會越絕越瘦 在腰裏 我們存在這裏 我們存在這裏 女人存在腰裏 而且還存在臀部 所以一生完之後 那裏是很大份的 因為要儲脂肪 對 要儲脂肪 假設我小時候 為什麼大部分的懷孕動物 要整肥自己 因為牠要捕乳 對 因為牠沒有東西吃 所以要儲 脂肪轉奶 如果你不停給牠 一直吸食你的母乳 的話 牠會燃燒你的脂肪 一路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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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腰會保持這麼幼 如果你不餵母乳 因為你之前生 已經準備了脂肪 你不會拿走 一路都存在自己身上 一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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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沒有受到 有道理 這是道理 你當動物這樣看就可以了 人 為什麼那些大賤的動物 牠一定要整肥自己 或者要多吃點東西 因為我的寶寶要吃奶 牠怕奶不夠營養不夠脂肪 牠們大部分都是脂肪 奶是全脂的 然後吸吸吸吸吸 那牠就燃燒腰 牠不會燃燒胸 牠不會越吸越小 但是牠燃燒腰 燃完腰就燃燒屁股 逐步燃燒 到沒有了 燃燒胸部 燃燒胸部 燃燒胸部就不可以了 老公不開心 這裏就越來越多脂肪 這裏就越來越少 你也要找人消耗 原來餵捕母乳 可以每天平均消耗到 額外的500卡路里 很多 因為這個卡路里用來製造母乳 也燃燒脂肪 所以如果產後 能夠餵捕母乳 超過6個月的被訪者 平均他們的腰圍是較 沒有餵的 是瘦3.5厘米 差很遠 3.5厘米 其實你說這件事 我想如果是這樣 一說了這件事 就比其他宣傳是假的 就會很願意 生完寶寶 就會馬上餵捕母乳 我想問 如果我不真真正正 要抱著寶寶 在我的乳房裡吸 泵都可以嗎 泵都可以 因為泵都是在給營養 不要浪費 大字 為什麼亞洲的女性 生完仔之後 這麼好 尤其是東南亞大 全部都是寶寶 所以生完仔之後 有些腰圍都很幼 為什麼我們常常找奶媽角色 找咪咪姐這些 奶媽角色經常給咪咪奶 不一樣 這麼肥走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以前古代人做奶媽 是因為她要吃很多餐 她是餵一個B 她是吃很多餐 怕她的B不夠營養 所以她自己也要吃很多餐 那餐已經被B吸了脂肪 這邊又要自己再加些脂肪 不是 可能是加兩份脂肪 才被她吸一份 那你怎會不會越燥越多 我想就算你是媽媽 你不懂得去飲食 可能你也會變成Mimi 但問題是在於他們的職業 當然是肥肥一點 被人感覺上覺得很奶水 找你和Mimi姐去找這份工作 去打理這份工作 我都會請Mimi姐 不會請你 如果是奶媽 你會覺得營養豐富一點 好像抽多少抽不完 是不是那些奶水 有時間喝 真的有時間喝 沒錯 喝到吐 Mimi姐的腳趾頭都會出奶 有孔的地方都會出奶 噴奶出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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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很濃郁一樣 對啊 她兩個兒子都養得不錯 都大了 很高高大 但現在結婚了 所以 薛家燕和 長嫂不同 長嫂 長嫂有條黃蜂腰 她說以前的女人一定要擁有這套標準 就是黃蜂腰蟑螂肚 才為止最漂亮的女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我手上有資料 這些是古代人欣賞女性一定要有黃蜂腰 但黃蜂腰後期升了級 你有黃蜂腰都未達到標準 要養蟑螂肚 黃蜂腰蟑螂肚就是以前我們中國人看女性 何謂蟑螂肚是扁的 這樣穿旗袍才漂亮 扁是套進去的 腰是這樣的 而肚子是套進去的 就叫黃蜂腰蟑螂肚 他們說黃蜂腰蟑螂肚 以前古代人認為有黃蜂蟑螂肚 她形容女人漂亮是一定用黃蜂腰蟑螂肚為最標準的身形 以前不算高度 你可以只有四隻狗 有這些都已經漂亮 這套是標準的 高度不算 總而言之就是黃蜂腰蟑螂肚 有這個就為了美女 和美身材 無論是四隻狗和九隻四 那算不算胸部 胸部突出都不算 不算胸部 以前是算腰的 以前這些形容漂亮的女人 叫黃蜂腰蟑螂肚 最主要原因是跟性愛有關 特別樂力一點 黃蜂腰蟑螂肚 會比較靈活一點 未必我覺得會入得好一點 入得好 去到這麼盡 我們是很盡的 不要太多 脂肪頂住 我要頂住 脂肪頂住 眼睛不拖不拖 有時候肚子會頂住 真的 所以你才會有另一個不同的方法 那就是Bony他們兩夫妻要另一個方法 Bony是比較辛苦 所以老公要好瘦 但Alex不瘦 所以你看到他們現在沒有那麼開心 我都不明白他們可以用到什麼體位 Bony和Alex 兩個男上 不一定要女上男下 女上男下 死了啦 女上男下 Alex死了啦 不行 都不行 是窒息死了 坐上去吐不了氣 那男上女下呢 那肚子又頂住了 不是啊 他們一定用棺材體位 棺材體位 棺材體位是怎樣的 怎樣玩法 兩個好像死魚似的 兩個打橫 兩個打橫 兩個打橫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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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一定不行 大張床會掉 總之兩個都有一半 力是承托下風格 沒錯 問占家 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腰比較幼就好 我猜得 想學東西嗎 當然要 給四百五元出來 四百五元 三個月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很多聽眾 願意給四百五元 我要你自己 七七萬拿出來 沒問題 給你五百元 我知道 可以兩個手抓住 一定 有個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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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扶手也可以闊一點 那扶手也可以 闊一點的扶手也可以 哪個可以 闊一點就是這樣 怎麼可以 因為你沒有做個男人 是呀 你真的 死語地躺在那裡 都不知道 闊一點的手會斜回去 下一個屁股 拿不住 但如果你瘦 瘦的可以拿得住 瘦的位置 有個扶手的位置 沒有把手的位置 就會扶死那個位置 哦 那需要不需要整個人 等於你拿那些花瓶 有些花瓶是這樣的 你會拿到實一點 但如果它是肥的 就像航媽那樣 有個花瓶就像航媽那樣 你拿它會滑 會掉的 會掉的 我覺得是這樣 有個瓶口的位置 你可以拿個瓶口就很安全 其實是力學的問題 哈哈哈哈 錯 又錯 但我覺得這個理論都OK 對不對 在這個行房當中 是有些幫助 原來古代的女性 就告訴你 為何那些男人 會選擇有黃蜂腰蟑螂套的女人 剛才你說對了 對了 很容易觸心 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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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一點 因為你的腳 不會頂住 那些肚子 是不是 真的會頂住 所以說真的 不是說色情 因為其中有一個藝人 他以前曾幾何時 我和你都認識 是 是 有一段時間是很肥的 因為上次告訴他 一定要肥才可以跑得起 大家都知道是誰 他說 他減肥之後 他真的會覺得 由這一方面 那些人問他 減肥有什麼 最大的好處 他說最大的好處 就是在性愛的時候 開心一點 哦 明白嗎 整個人靈活一點 靈活一點 感覺上有很多事情 都做得到 到位一點 所以 到位一點 很合理 簡單一點 我不要說 那麼深入 大家就會明白我想說什麼 為何盧蜜雪 一定要選黑人 Michelle 對不起 因為不然就不到位了 沒錯 對 為何還要到位 還等什麼 還等什麼 我已經什麼做了 完事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明白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完全明白 當然了 我們這些 當然知道 你不要假裝不知道 不用了 人家有那個電動椅 還要靠這些 好了 好了 然後 以前中國人選了 黃蜂腰蟑螂套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黃蜂腰蟑螂套 如果它的線條 凹下去的話 在行路上面 因為以前的人 還要行三寸金鏈 所以他的臀部下缺 會拼得更厲害 左右左右 因為你的腰如果粗 你拼不到出來 對 對 它拼不到出來 它只會這樣抖 但就不是左右搖擺 就不是左右搖擺 上下搖 漂亮的 因為你的腰右的話 這個中間這個闊 你的下心很小 所以就擺動得很厲害 走路就會拼 拼 所以他們選女人 一定選黃蜂腰蟑螂套 但現在黃蜂腰 在韓國已經不流行 現在韓國流行什麼 現在韓國流行什麼 螞蟻腰 更小 以前標準是22寸23寸 現在韓國是18寸才最美 不是人來的 大哥 18寸是人來的 你看看這個表 人家大把 你發神經 韓國藝人大把 一邊數下去 嚇死人 真的 18 可能18 不可能厭食症 人家現在韓國最熱的女團 最幼的是17.9 18 19 20 不過21 不過21 不過21就不過你 out 離團 離團 難怪韓國這麼多明星自殺 神經病 叫你離團 是這樣的 他們是不可以吃東西的 離團 每天回去的時候 就是要過綁 對 對 如果你肥了 叫你減肥 但你沒有減肥 就全部人在一起笑 對 所以堪稱的是什麼 堪稱就是 全球 為何韓國的女團 那麼厲害 他們說 黃蜂腰已經是out 他們再挑戰 就是螞蟻腰 不要這樣 螞蟻再瘦一格 但我覺得會累死小孩子 如果每個人都學 以為這樣才會漂亮 你試問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他們最厲害的那個就是17.9 被譽為AOA的文娥 他們是全個藝能界 在他們韓國藝能界裡 最幼的就是17.9 你知不知道現在外國 有一對姐妹 打算去行天橋做模特兒 入門條件就是 不知道要under多少磅 要瘦到要見骨 說明 最後就變了鹽食症 病態鹽食症 為何她的腰可以17.9 但她不是瘦的 但又不是瘦到見骨 只是那個部位 有點誇張到 就是下面那兩個拼骨是不要的 知道嗎 剪一條 剪兩條 如果要再瘦一點 兩條 一條拼骨 這條最低下 這條最低下 你這個肺在後面 瘦 到尾 為何她現在在韓國 除了黃蜂腰之外 已經挑戰這個女生 就是螞蟻腰 她們的女團 一直都是入團 不能過二十 你可以under在二十下面 但不能過二十 一過二十之後 她告訴你 你減一下才入團 這段來自韓國 最近一眾的女團 都是螞蟻腰 曾經再挑戰我們中國人的黃蜂腰 好